哈囉大家好我是希希 今天希希要一個人出國玩好緊張喔 那我們就一起去登記吧 GOGO 護照跟你打登記著 謝謝 你只在上前往休息室就可以了 好謝謝 謝謝你 哇我真是一個人要去日本好緊張喔 因為之前都會想說 萬一就是如果日文講不好的話 自己去一定很可怕 所以我在這一次呢 還好我先去了日文補習班 所以就比較不緊張一點 對 然後就想到我第一天來的時候 你好 你好 我想要報名日文課程 這是我們的課表跟我們的DM 那我們的教材呢 都是從N5到N1的級數 高級級數都有 再來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老師 都是日籍老師 我們這邊還有免費的補課系統 所以同學都不用擔心請教 或是缺課的問題 今天同學會穿浴衣過來呢 因為廠商要求的 最近要宣傳女兒姐 OK沒有問題 好的 那我們這邊其實也會有 不定時的文化活動 那不如我帶你先去看看環境好了 好啊好啊麻煩你了 好的那這邊請 那這邊帶你參觀 哇 真的也太漂亮了吧 對 因為近期我們有女兒姐的活動 所以我們有馬上這樣的女兒姐娃娃 讓同學可以一起來這邊拍照打卡 我們這邊也有拍照打卡 送空運來台的女兒姐小點心喔 我們老闆梵台老師希望同學進入補習班之後 就有自身在日本的感覺 所以就是這邊裝潢成日式街景的樣子 超漂亮的很有feu欸 那我這邊帶你去教室參觀一下好了 好 這邊是我們的教室 那這邊也是我們的補課教室 我們直接進入教室看一下好了 哎呀 這邊請 這是我們的教室 這麼大的電視是什麼 這其實不是電視 這個是我們的黑板 電子黑板我們跟現在外面的不太一樣 哇 好大喔 我們除了這個電子黑板以外呢 我們還有錄影的設備 可以看一下 所以就是如果學生上課 如果有忘記一些東西 或是他臨時沒辦法來 他就可以 沒錯 其實我們這個錄影設備 就是每一堂課都會即時錄影 所以假設同學如果請假或缺課 或是想要重聽 都可以到我們的補課教室看一下 那希希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 這是我們的補課教室 哇 我都來電腦喔 沒錯 那我們實際進去看一下好了 好 可以看一下 我們每一個同學都是一個小機台 所以同學可以自己看自己課程的影片 嗯嗯嗯 說好了 這邊都會看到自己同學 原本上課的影片 我們就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那一天上課的樣子 好 還滿清楚的耶 對 那像我們這邊的機台 差不多有五六十台左右 這麼多 所以很多同學都可以來這邊補課 哇 自願很充沛耶 嗯 OK 那我們再去外面看一下好了 喔 了解 所以這邊就是如果大家補課完之餘的話 還可以就是有其他地方可以休息嗎 有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帶你去看一下 好 這邊請 這邊就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哇賽 全部都是漫畫 很有雜誌耶 左手邊有全日文的漫畫 右手邊有全日文的雜誌 跟簡定的書 都可以在這邊觀音樂喔 好多喔 我看我看 這邊也可以看一下 哇 One Piece 吉利王 欸 這個不是現在最火熱的鬼滅之樂 沒錯 好啊 這個都是我們梵田老師從日本空運帶回來的喔 哇賽 欸 真的全部都是日文 沒錯 因為梵田老師希望同學從上課以外 可以在圖書室看到一些其他課外的讀物 就是連平常娛樂讀物都要用日文 就是讓整個環境氛圍全部都是置身於日本的感覺 對 好棒喔 哇賽 太了不起了 哇 但我又看不懂 所以要來這邊學日文 我們除了這個休息室 我等一下帶你去看一個超厲害的休息室的地方 真的嗎? 真的!我們這邊請 我們這邊帶你去看一下我們這裡的城市小綠洲 哇賽 哇好棒喔 我們這邊的同學可以在這邊喝咖啡 然後可以享受看一下台北市的環境 這公寓 在台北車展這種寸土寸境的地方 居然還有一席這個可以休息 然後露天陽台的地方欸 好棒喔 那我們再去裡面看一下好了 好啊好啊 這個 這是只有在日劇還有哆啦A夢裡面才有的欸 哇 沒錯這個是我們的暖背桌 我們凡鳥是特別從日本空運帶回來的 哇好舒服喔 感覺這時候很適合來一顆橘子 或是很鮮貝之類的 可以 那希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右手邊 喔是什麼 右手邊這邊是我們介紹留學或打工度假的地方 喔這邊還有祝福喔 沒錯 所以像是如果希希之後要想要去讀日本的語言學校 或是要打工度假或是遊學都可以來這邊做諮詢喔 我超有興趣的欸 我等一下就來諮詢 OK沒有問題 那我們這邊介紹看一下教室 好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先換一下室內拖鞋 喔還要換鞋喔 沒錯 哇 太有日本味道了吧 沒錯 所以動漫裡面都是真的囉 是真的 他們從小就要培養這樣的好習慣 超正奇的欸 沒錯 而且 就是整個都很乾淨欸 對 哇 那我們這邊參觀一下教室 好喔 好 好 這間教室呢就是我們高階班N1N2的教室 對 然後這邊也是我們老闆凡天老師他親自教授的喔 喔 凡天老師喔 這是我們凡天老師 哇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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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師我想問一下啊 就是為什麼你要把補習班設計的就是這麼像日本的感覺啊 跟現在補習班好不一樣喔 嗯 就是 開關 開關 就是那個開關開了 就是學日文的夢 喔 天啊 好有 好有理想喔 就是 你一進來就會 打開你想要學日文 然後想要去日本留學 的一些感覺 對不對 那個理想就整個 哇 哈哈 那老師我想再問一下 你們這邊補習班的特色跟其他補習班有什麼不一樣嗎 嗯 我們的那個 教法是 是一種文法 了解日文 了解文法才可以就是 真正的理解 就是日本人講的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他們是這樣講 而不是像我 我以前在學校學的時候也都是給例句啊 然後我們就是要背起來 對 所以就是不是大概 不是那個假裝會日文的狀態 就是那個真正的有了解 對 而且我聽說好像我們就是在課門上學到的例句 其實在日本人是不太會用的 就那對他們來說是很古老的 那老師可不可以教我幾個就是 使用的日文呢 使用的日文 對 就是那個台灣人常見的 有一點那個發音上的部分 對就是可以去日本然後 為了要標準的發音 沒錯沒錯 好 好那老師我們來上課吧 那其實為了要標準的發音台灣人 嗯嗯 有需要的 有一些就是多一點事情 沒錯 對啊 排詞的概念 然後長音 還有就是那個音調 呃 Ax Axent 喔你們會唸的 我會唸的 我會唸的 學過一點點 一點點 對 還有走音 半走音 那種的部分 例如說這個的話 三個假名的話一定是 他答答 嗯嗯嗯 對啊 不是他答答 他答答不會 嗯 所以呢 例如說 這個跟這個的差別 喔 歐巴阿山 然後另外一個是 歐巴山 OK 是嗎 對啊 你是歐巴山 這個叫我阿嬤的意思嗎 兩個不一樣喔 不一樣啊 咦 所以就是那個 牌子的概念非常重要 歐巴阿山 啊歐巴阿山 對啊 五個牌子嘛 五個假名 歐巴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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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一個是 就是光是多一個音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對 所以你平常如果你在路上看到那個歐巴桑 你不能說歐巴桑 對 那他成器啊 哦 對對對 差一個音看起來 對啊一樣啊 所以這個是那個長音音 哦 啤酒嘛 畢魯嘛 對啊 這是啤酒 長音 其實日本人啊 國小那個一年級的時候 日本學生也是那個長音的念法 在國文科裡面會學到 那那個時候老師教的是什麼 長音不用拉長 不要拉長 那是要怎樣 加一個抹音 哦 B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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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-R 對 B-E-R B-E-R 哦 所以這個是長音 B-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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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好像加一個音的感覺就不一樣耶 對啊 就是拉長的話 這個是拍子的概念 會有的人的話是 就是長度應該是可以解拍 可以抓到 嗯 台灣人都馬上說喝壁乳而已啊 哦我們就聽得懂了 那這個的話呢 哦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詞嗎 對 壁乳是另外一個詞 啊 是那個大樓的意思 對大樓 對 哦 我們要喝大樓 對啊 對啊 就是喝壁乳 好那就是壁乳 就是大樓 哦 台灣人講日文應該是被日本人笑死 嗯 沒有啦 還是聽得懂 就是有錢沒有前後 哦 有要的前後的話就聽得懂 可是還是不標準 哦 對 好 那收起來日文的時候真的是 蠻有趣的耶 小姐要登機囉 哦 哦 好謝謝謝謝 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